《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还是能打的 今天小编就介绍 解放战争中最能打的国军将 看看都有谁 第一位 钟松入选理由 一个可以和彭老总周旋的人 也是让彭老总头疼的将领 被称为打不死的钟松 可惜 后来贝贝胡宗南撤指 这个最让彭老总头疼的人 终于不在彭老总眼前晃悠了 第二位 胡连入选理由 毛主席评价 小竹虎猛如虎 在金门一战 把素裕的王牌军业飞 好好收拾了一顿 赢得金门王的称号 第三位 张领虎抗张名将 入选理由 在解放战争早期 他把三姐的王牌汉将 势痛扛一顿王碧城 一战连水 二战连水 王碧城也领着了 第七十四师的厉害 他感叹道 兵败而不山道 梁谷卫秦 一郎 姓张的有一套 在孟梁谷战役 两万人吸引华野主力 但最终允命孟梁谷 第四位 黄柏汉入选理由 很少有人知道被中央军瞧不起的杂牌军也冒出了王牌将心 他就是黄柏汤 他率领整编二十五师 是中原战场主力 作用巨大 参加的重要战役可取得的胜利有 一 苏北系列空间战 二 孟梁谷增援战 三 南麻林月居增援战 四 焦东扫荡战 五 大别山战斗 六 延南战役 七 玉东战役 其战功及作用仅次于五军和十八军 淮海战役给花野造成了巨大伤亡 这比起方 要五率十万大军守兼城以南之首一周 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五位 陈明人入选理由 在四平战役 赢得毛主席评价说 林彪打仗不如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